在中国执教的韩国短道速华教练金善台 冬奥结束之后 回到了韩国 他在微博上跟中国的朋友报平安说 我已经平安到达韩国 但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回家 我的狗都不认识我了 中国人对金善台已经不陌生 并且还很喜欢这位会说中文的韩国教练 韩国的国民日报评论 正是因为金善台训练中国队 让中国成为了韩国队 在短道速华上夺金的最大宿敌 在北京冬奥上 中国短道速华队共计收获两斤一银一铜 这是中国的历史最好成绩 金善台2019年6月开始 担任中国短道速华队主教练 这次的成绩他当然功不可没 而且也正是金善台 多年前就在长春发掘出周扬 韩天宇 梁文豪等优秀速华选手 这次北京冬奥周期 是他第三次来中国执教 他还把长春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位如养温和的教练 是如何来到中国 学会了一口中文 教出如此多的名将 他自己又是怎样从运动员转变成为出色的教练 本期体坛大魔王就来告诉你金善台的故事 1997年 21岁的金善台还是短道速华的运动员 这一年他获得了两个冠军 世界短道速华锦标赛 男子5000米接力和世界短道速华锦标赛的团体冠军 但就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 他膝盖受伤 无缘参赛 之后不久 22岁的金善台就挥手告别了赛场 早早退役了 退役后 金善台曾经开过店 后来还是干回了和老本行有关的工作 不过却不是教练 而是短道速华的装备师 在冰刀 磨刀等方面手艺了得 渐渐地也成为业内名人 韩国冰协很看好这位年轻人 把他内入了重点培养的青年教练名单 他也因此才跟中国产生了关联 2004年 中国东北长春 短道速华是长春冬季体育的拳头项目 也是最有希望为中国实现冬奥会金牌龄的突破的主攻项目 可是连续几次 无论是长野冬奥会 还是盐湖城冬奥会 长春级的运动员都与金牌失之交臂 在这种情况下 长春是组建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进行了管理方式的改革 决定引进外籍教练 韩国人就是四年一个周期一批人 四年一个周期一批人 换得非常快 那就说明人家在训练方法 训练手段上 还是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地方 当时韩国的短道速滑的训练水平 在世界上是看清一流的 这个是永目共睹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在教练的水平上实现突破 2003年8月 当时的长春市副市长 在去韩国参加体育交流活动时 在当时还被称为汉城的首尔 拜会了在韩国短道速滑界 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全民奎教练 这位全民奎教练 也就是曾经提拔过韩国名将安贤朱 后来又和安贤朱有过不愉快的教练 当时长春市的领导 直接向全民奎提出了请他来中国执教 全民奎在韩国速滑界体育圈都得高望中 请他来中国执教 就好比是国外请刘国梁去交乒乓球 中韩两国 在短道速滑上一直是竞争对手 去中国执教 在韩国人看来 无异于是叛国 全民奎没法答应 但是对于中方的盛情邀请 他推托地表示 以后推荐一个人 天天去找他 天天没有时间跟你谈 也非常客气 说几句话 就赶紧锁人吧 后来最后那天 第六天的时候 他 那这样吧 我下午三点钟 我给你答复 下午三点钟 这个我过去的时候 我考虑好了 最终 全民奎向饶刚推荐的这个人 就是金善台 金善台当时算是全民奎的学生合助手 才只有28岁 金善台性格内向 也不会说中文 也没有想过到外国执教 刚来长春的时候 他也非常不适应 我是韩国人 但是在韩国走运动员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来了 来的时候 我说话也不会 吃饭什么环境都是不一样 和韩国不一样 来的时候很累很累 但是我就来了 不能再会韩国 就来了 一定 培养好运动员 我们为他创造了很多的一些 这个条件 一天两场兵啊 你什么时间用 用多长时间 你要到哪去训练 运动员的器材 和这个伙食 让我们投入大量的事情 这位年轻的教练 坚持了下来 不仅开始积极地学习中文 还开始按照长春体育管理部门的要求 到中小学寻找潜在的人才 一眼就认准了周扬 还挖掘了梁文豪 韩天宇等极具天分的队员 找他以后 知道他的能力 更好 因为我找他 就马上明白 改了快 我知道他这里 挑战不是好 所以我让他说 你现在怎么做 最重要 累的时候 你想爸爸妈妈 以后能拿冠军了 然后 让他们开心 你们这里也能挑战能好 我们属于算是一个长春的西方队 然后很多小孩都选在一起 然后由这个金正台教练 带领我们训练 很系统 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专业的系统的训练 领导 我们的领导 都安排最好的世界 最好的条件 所以他们自己 运动员自己都知道 所以他们都是认真做 然后告诉技术 好好听 然后做得挺认真 韩国教练以魔鬼训练著称 还经常打骂运动员 金正台保留了魔鬼训练 但从不强迫打骂 而是以鼓励的方式 启发运动员的自律性 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 在他看来 所有伟大的运动员 都一定有极强的自律性 自律会让人快乐 强迫会带来痛苦 而痛苦的环境下 肯定不会诞生伟大的运动员 他还会借着学中文的机会 拉近与运动员的距离 并在了解运动员后 因才失教 双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勇意 两年的时间 金善台就能自如地运用中文了 2006年底 周扬被选入国家短道速滑队 离开长春时 金善台用中文给他写了一封信 嘱托他上火车后再看 就是这封信 每一个呆萌的汉字 都让周扬泪流满面 因为晚上卧铺去北京嘛 然后给我说你去火车 你在火车上再看 哎呦天 当时就在火车上打开 之后就哭得不得了 因为本来就觉得 那么小去国家队 就跟爸爸妈妈要分开嘛 然后又跟教练练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这段时间 训练还是觉得挺难忘的 就挺舍不得的 然后再看他给我写那信 我就哭得不得了 而此时的金善台 和长春的合同也到期了 他应日本邀请前往执教 担任日本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 并率日本队参加了2010年 温哥华冬季奥运会 无论在哪个国家 金善台都已是同仁 只想培养出最优秀的运动员 在日本 他曾挖掘出日本短道速滑名将 英景美马 2004年来长春的时候 中国给金善台开出的年薪 是40万人民币 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薪资水平 但是和日本相比 日本的薪资要更高一些 2010年 温哥华冬奥结束后 日本短道速滑队提出加薪挽留 但此时的金善台 也同时接到了长春的再次邀请 尽管长春的薪资较低 但是金善台觉得 对长春感情更深 而且中国的施展空间更大 所以2010年 他又再次踏上了东北的土地 在长春继续执教了4年 这时的金善台 已经从28岁助理教练 在中国 日本执教了10年 也有了带队参加冬奥会的经验 极多国经验于一身的他 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顶级的 短道速滑教练 2014年索期冬奥会 韩国引以为傲的短道速滑颗粒无收 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耻辱 韩国并且想起了外派的金善台 请他回国执教 当自己的祖国需要的时候 金善台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韩国 担任韩国短道速滑的主教练 即使被检查出结肠癌早期 他也只是在手术之后 短暂地休息一小段时间 就又投入了训练工作 在金善台的全力训练下 韩国短道速滑队重回巅峰 一扫前耻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 取得了三金一银二铜的佳绩 但无比讽刺的是 平昌之后 韩国短道速滑女队的教练赵宰范 陷入性丑闻 金善台受到牵连 被韩国兵协判定独职 教唆等罪状 最终被裁定停职一年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金善台第三次来到中国 在2019年6月 担任中国短道速滑的主教练 今天上午 中国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教练组 组组长王蒙带队 在内蒙古海拉尔举行了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课 短道速滑队新任主教练 韩国名帅金善台也正式与媒体见面 当时有韩国媒体评价他来中国执教的行为 是一个处于禁赛中的教练 为了寻求庇护 慌不择路 金善台肯定不是慌不择路 中国一直是他海外执教的首选 他自己说 除了薪水等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是 中国是最为配合最给力的国家 运动中心有自己的专属训练场地 运动员的态度总是非常配合 吃苦耐劳 愿以上进 追求成绩 这些才是他最看重的 还有三年了 有点远 我想一步一步来 现在我刚来了 我想改 就是动作这样的改一点 然后看运动员 这样的我一步一步来 喜欢一步一步来 接触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因为他一直他最近几年在中国嘛 然后也是在国际赛场上也是经常能见到 所以还是挺了解的 一直特别我们佩服的教练 然后呢他就是很光明磊落打比赛 然后每次比如说他都给人输了 然后我们赢了 他和我过来给你试个大拇指 就是你划得很好 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的金扇台 早已适应中国的教练工作 他不仅跟王蒙等人是好友 也早就和运动员混成了一家人 就连中国兵迷们都很喜欢他 北京冬奥结束之后 金扇台回到韩国家中 和妻子女儿团聚 更是和已经不认识他的小狗 多多相处 他从北京带回去的金墩墩 也被他摆放在家中